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方向上都是以争取个人的独立自主 反对独裁暴力 提倡民主自由 容忍异己 是他们思想的一个主轴 但是细细地分析起来又同中有益 胡适所争取的自由往往是一个法律上政治制度上的自由 而林语堂所争取的自由呢 也就是所谓一种心灵上或者精神上的自由 我们从这个 他试图从文学的角度来论证 自由和独立的一个价值 那么胡适的取向呢 是比较偏向在历史 而林语堂的取向是比较偏向在文学 无论是法律上的自由 还是精神上的自由 他们都坚信个人的自由和尊严 不能以救国 爱国等名义来加以摧残 也正因为这点基本信仰的相同 1949年以后 两个人的际遇也有相似的地方 我们昨天说到 胡适的思想受到共产党几十年的批判 而林语堂受到的待遇呢 是冷藏 批判跟冷藏啊 这个批判的目的是为了要打倒 冷藏的目的呢 是要让大家来淡忘这个人 可是三十年的批判和冷藏啊 既没有打倒胡适 也没有淡忘林语堂 放眼看看当今的形势啊 这两个当年的反动派 而经在中国的影响 却大有超越鲁迅的趋势 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发展 表面上是昙花一现 除了五四前后几年 烧成气候以外 自由主义的思想 始终没有成为 现代中国的主流 或者一个主导的力量 1949年以后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自由主义 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许多史学家为这个发展 下了一个定论 也就是所谓的救亡 压倒启蒙 或者社会主义 取代了自由主义 但是就最近三十年 也就是差不多从 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 从最近三十年的发展来看呢 也许自由主义 并不如我们想象的这么软弱 在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 自由主义像一条浅流 当它再度涌出地面的时候 虽然不至于汹涌澎湃 但却也是源源不绝 胡适淋雨堂 就是这条浅流 这条活水的两个源头 胡适整个的思想 是较近儒家的思想 比较靠近儒家的思想 像这个曾子的几句话 是不可以不红意 任重而道远 人以为己任 不亦众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像胡适经常会提到的 这几句话 很可以代表他的一个人生态度 也是他身体力行的 一个座有名 林雨堂所向往的人生境界 是老庄的逍遥自逝 而不是儒家的诚意刚健 胡适在一封给周作人的信里面 说到在他的一生里面 他的心目里面 有三座大神 这个三座大神是谁呢 是孔子 是孔子 是王安石 和明代的张居正 我们如果来看一下 林雨堂呢 那么他所 他所这个崇拜和向往的人物 就宋代来讲 林雨堂所敬仰的人物 绝对不是以这个变法自认的政治家王安石 而是潇洒奔放 吟孝自如的苏东坡 林雨堂为苏东坡作传 对他的人格思想都备至推崇 在明代呢 林雨堂的兴趣 绝不是在权清一时的张居正 而是在湖北公安的原氏兄弟 所谓的公安派 他和周作人 在三十年代提倡晚明文学 提倡姓名文学 那么到了清代呢 这个胡适对像戴政啊 张学成的学术思想 都有很深的研究 可是林雨堂呢 他的兴趣是在李渔原梅 像这些文人的身上 一般来讲 他的兴趣 大部分是在文院传里面的人物 而胡适的兴趣呢 往往是在如灵传里面的人物 再讲到 林雨堂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想到 林雨堂所重视的是什么呢 是生活的情趣 他畅销一时的英文名著啊 刚才已经提到过啊 就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翻译成为生活的艺术啊 就是一本专门论生活情趣的书 在他看来 省富的福生六计啊 描述了接近理想的一种生活方式 而书里头的这个女主角 云娘啊 在他看来 是中国文学里头 一个最知情适趣的女人 她在这个 福生六计的翻译里面 她开头的一句话就是 云 I think is one of the loveliest women in Chinese literature 她明确地指出啊 生活的目的是真正的享受生活 胡适几乎不谈生活的情趣 她所乐到的是生命的意义 或者是生活的内容 这些非常严肃的话题 胡适自己做过一首 一首白话诗啊 叫做不做无意事 不要做无意的事情 一天当三天 一日当三日 人活五十年 我活百五十 最能够体现他的生活态度 他在1919年的时候啊 胡适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新生活 他讲到新生活的意思呢 就是要有意思的生活 在这个地方 所谓有意思的三个字啊 绝不是林语堂所谓的有趣味 林语堂所谓的有趣味 她经常用 她的写作基本上 大部分是英文的啊 所以有趣味这三个字呢 她用的英文是 interesting, fun or enjoyable 这个 而胡适要提出来的呢 是有意义 是meaningful 所以这两个人在这一点上 是很不同的 胡适要我们每做一件事情 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要是回答不出为什么来 他就认为这个不是一个 有意思的生活 这种严肃的态度啊 林语堂 在林语堂看来 我们不但是要问 有没有意义 而且要问 有没有趣味 我想在这个两个人的面向上 这一点是非常不同的 在林语堂 他曾经在中国文化的精神 这篇文章里面 用了李白的 《牧从碧山下》 《山月随人归》 和陈浩的两句诗 叫做 《云淡风轻近五天》 《磅花水柳过前川》 这几句诗来说明 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标 这个境界呢 是体现了山林 和田园的田淡和安详 这种带着山林气 和田园味的生活 绝不是胡适追求的生活目标 林语堂偶尔会说 不做无益之事 和以前有牙之声 我们这个生命那么长 不做一点无益的事情 我们怎么能够消遣 我们这么长的人生呢 这句话乍听有一些颓废 但是在有益无益 不能是我们生活 唯一的标准和选择 在有益无益之外 在必须加上有去无去 有益而无去的事情 有益而无去的事情 林语堂未必不为 而有益而无去之事 林语堂未必为之 林语堂在他的福生六计的英文里面 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真诚地相信 一个谦卑渺小的生命 能快乐地过一辈子 是宇宙之间的至美 I truly believe that a humble life happily loved lived i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n the universe 林语堂活得比胡适痛快 过得比胡适舒服 林语堂有和乐的家庭生活 和妻子廖翠凤 有真正的夫妻的生活 据他说 他对妻子很忠贞 因为他容许他在床上抽烟 我们要把这个林语堂 放到这个中国的近代思想史上来看 他有什么特殊的地位 我们在五四这一代的知识分子里面 我们所不缺的 看到的是知识分子 对传统中国文化非常激烈的批评 从鲁迅 钱玄彤 陈独秀 这些人都是对中国文化 在各方面 从哲学 从文学到戏剧 乃至于笑道 生活的方式 几乎做了体无完肤的批评 而林语堂呢 他是在这个时代里面的知识分子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能够表现出一种 依恋和欣赏 唯一的一个人几乎 而且他的这个依恋和欣赏 是发自内心的 他是用他自己的经验 来说明中国文化 在这一方面 妙在什么地方 好在什么地方 他常常用的一个字 就是一个enjoy enjoy这个字很难翻 如果翻成这个 翻成享受 常常不太管用 不对 你一天还不对 我觉得他的这个enjoy 最好的一个翻译呢 是说乐在其中 他对中国文化 林语堂确实体现了一种 乐在其中的 这样的一种 用比较 比较文言的话 或者用古汉语来讲的 就是受用 他对中国文化 有一种受用的这个经验 他是把他的这个经验 介绍给西方人 所以他在把中国文化 介绍给西方的时候 他的方式和林语堂 和冯友兰也有很不同的地方 像胡适和冯友兰 都是非常客观的 对中国的思想或者文学 做一种分析 来介绍给西方人 而林语堂的介绍方式呢 是我把我的生活经验 和你分享 我告诉你 我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里面 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 我是如何的乐在其中 他在许多方面 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里面 都有他极特殊的一个身份 我们要知道 这个西学东建 把西方的学术 介绍到东方来的很多 在中国最早的 从荣宏开始到严复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例子 可是真正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 介绍到西方去的 这个人要少得多了 那么我想在近代中国里面 影响最大 而且最成功的两位 一位是林语堂 一位是胡适 我们如果要来总结 林语堂的思想 我们拿出他的一个中心点 我把林语堂的思想 总结为一点 刚才林恩在介绍的时候 也已经提到 就是快乐是无罪 在中国传统礼 在中国传统礼教底下成长的人 往往对快乐有一定程度的罪恶感 似乎一个成大功立大业的人 必须都要经过一番苦难 孟子所谓的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这番话是根深蒂骨 深入到了中国人的骨髓里面 所以呢 苦难这个字 在中文的词汇里面 在古代汉语也好 现代汉语也好 这个苦难这个字不是中性的 它带有一定的一种道德的成分 是高尚的 是好的 而一种舒适愉快的生活呢 则有被看成是一种堕落的开始 所以享乐主义 在中文的词汇里面 多少带着一种颓废 或者不道德的意味 然而哪一个人不图舒适 谁不图享乐 给苦难以一种道德的含义 往往是鼓励为善 一种hypocrisy 往往是鼓励一种卫善 而不能坦然地承认 人性是贪图 舒适和享乐的 在林语堂的作品里面 他欧歌快乐 追求生活的舒适 在他看来 这是人欲 也是天理 人欲和天理 中国人常常把它分成是两个极端 可是在他看来 追求快乐 这不但是人欲 而且也是天理 他丝毫不掩饰 人性中的欲念 也丝毫不宜 有这个欲念 感到羞耻 他虽然不提倡 纵欲 可是他也不提倡 劫欲 他认为欲可以引导 而不可以压抑 他在这个生活的 艺术这本书里面 他写了一张 这张是叫做生命的圣宴 The Feast of Life 提出快乐并不分精神和物质两种 这两者是一个东西的两面 是合而为一的 而所谓精神的快乐 并不高于物质的快乐 他举出一个例子来 他说我们在欣赏音乐 和在抽烟斗的时候 到底哪个是精神的快乐 哪个是物质的快乐 他说你如果要去强分这个快乐 有所谓精神的快乐 和物质的快乐 是用人自扰 是没有意义 这是不必要的 所以这种心物合一 和灵肉一体的这个看法 是林语堂人生哲学里面 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在林语堂的哲学里面 也特别看重情这个字 我看看成功不成功 他在这个 讲到这个情这个字 在中国哲学里面 一般都是重理而轻情 理是理论的理 可是林语堂呢 是重情而轻理 他讲到情这个字的时候 他用英文写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 unless we have passion 他把情这个字翻成passion we have nothing to start out in life at all it is passion that is the soul of life the light of the stars the lilt in music and song the joy in flowers the plumage in birds the charm in women the charm in women and the life in scholarship 他正是因为有情 如果没有情 就没有生命 情是生命的灵魂 是星辰的光辉 是音乐和诗歌的韵味 是花朵的愉悦 是情鸟的语意 是女子的趣运和学问的生命 我想在中国历代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里面 很少有人这样子 欧歌情这个字 而不是讲到理 在这个人类的快乐是感官的 他特别强调 他说人类 human happiness is sensuous 是感官的 他直接了当的说 所有人类的快乐 都是生物的快乐 这个说法是绝对科学的 为了免受了解 免受误解 我必须把话说得清楚一些 就是所有人类的快乐 都是感官上的快乐 这个是很大胆的一个宣言 接着他指出 所谓精神状态也无非 就是内分泌在此作用 而所谓快乐 对我而言 大部分是和消化有关系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在这一点上 几个重要的观点 第一个就是叫做 你不要和自己的本能去抗争 和本能抗争是没有意义的 I've always assumed that the end of living is the true enjoyment of it 就是你享受生活 就是生命最后的一个目的 all human happiness is biological happiness that is strictly scientific at the risk of being misunderstood I must make it clear all human happiness is sensuous happiness 这个这样的一种宣言 在中国的对和中国的传统的说法 是背道而驰的 这句话说的 他这个很有意思 他说到底什么是快乐呢 他是说 他是用英文写的 if one's bow moves one is happy and if they don't move one is unhappy 一个人要是大便畅通 他就快乐 要是不畅通 他就不快乐 他用一种非常 他用这种接近出笔的语帘 来说明快乐的定义 是带着一种反道学的精神 他善于用一种 善于把一种最神圣 或者最神秘的感觉 用最平常的字眼 来进行分析和解释 让人感受到一种说穿了 其实是稀松平常 林语堂提倡享乐 但是并不颓废 他珍惜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小节 他比如说 躺在床上也好 坐在椅子上也好 谈话 喝茶 抽烟 熏香 喝酒 酒令 他都专门写了专节 来谈他们的乐趣 所以呢 林语堂的享乐 不同于所谓的 今朝有酒 今朝醉 他痛恨说大话 说假话 他只是说快快乐乐的活 舒舒服服的过 没有什么罪过 看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 总让我想起李渝 就是李立翁的《闲情偶记》 《闲情偶记》里面 也有很多讲这些快乐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林语堂的这个思想 并不是从西方来的 是源自中国固有的 从这个19世纪末到 20世纪30年代 个人主义在中国 是一个非常时髦的一个思想 个人的价值和自由 受到空前的重视 我们昨天也说到 从康有为以来 中国人对这个家庭的概念 是一步一步地要把它打破 可是林语堂不是 林语堂强调家庭的快乐 他这个 他在这个生活的艺术里面 特别有一章 就叫做The Enjoyment of the Home 他在这里面 有非常有趣的 他觉得女人 男人和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罪恶 是你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 没有留下你的孩子 这个看法和昨天我们看到 胡适写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他说 My point of view is Whatever the reason may be The fact of a man or woman Leaving this world without children Is the greatest crime He or she can commit Against himself or herself 他的这个看法 完全符合 不孝友善 中国人的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在五四的 五四的这个 新派的文人里面 而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传统的 很少 所以呢 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看法 所以他对妇女解放的这个问题的看法 和当时的新派文人也很不同 中国的妇女解放 近代应该算从胡适的义补生主义开始 胡适在1918年的时候发表了义补生主义 义补生就是Ibsen Ibsen是这个挪威的一个剧作家 他写了一个剧 叫做这个Dows House 在这里面的这个Nora 就是这个女主角Nora 最后是离家出走 所以当时这个那拉 把它翻成那拉 那拉出走啊 是变成了一个女人解放的一个象征意味 所以据说当时要演这个Dows House的时候 很少女学生愿意做这个女主角 那么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对传统的决裂 这个林语堂呢 是反对那拉出走的 他认为出走不是女人的解放 而是一个女人的堕落 他后面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话 他说女人最崇高的地位 是作为一个母亲 要是一个妻子拒绝作为母亲 她立刻就会失去尊严 别人也不把她当回事 因而有成为玩物的危险 对我来说 我觉得下面这段话特别有意思 妻子而没有孩子 只是情妇 而情妇有了孩子 就是妻子 我们且不管他们的法律地位 究竟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态度 在当时的新派知识分子里面 也是没有的 刚才林先生也提到 他在三十年代 提倡写 写这个小品文 这个问题其实成了这个 后来啊 1949年以后 我们看看1949年以后 共产党是怎么样来官方认定林语堂的 共产党对林语堂的官方认定 我用这个鲁迅全集里面的一段介绍 我觉得最可以代表 他说林语堂 三十年代在上海 主编《论语》《人间事》《宇宙风》等刊物 提倡性灵幽默 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 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者 粉饰太平 1936年 居留美国 1966年定居台湾 长期从事反动文化活动 这个是1981年的 鲁迅全集里面的话 当然后来2003年的全集 略做了一些修订 不过基本上的论定 是长期从事反动文化活动 为蒋介石反动派粉饰太平 其实林语堂 除了在1927年的时候 曾经很短期的 任武汉国民政府 外交部的秘书以外 没有参加过政府的工作 一辈子没有 而且他的主要的作品 都是用英文来发表的 很少具体的评论过国内的事务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共产党对林语堂 有这样的酷皮 这一点我们如果要来看的话 大概就要回到他 1930年代提倡幽默和闲事 1931年9月18号 在中国近代史上 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也就是所谓的918事变 918事变一般被视为 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 也是中国国难的开始 在这个时候 所有的左派文人 几乎没有例外 以鲁迅为首的左翼的作家 都要在文学里面 体现出所谓救国爱国的热情 而林语堂偏偏在这个时候 提倡写幽默闲事的小品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大可以说 林语堂是要用共产党的话 是麻痹青年的心灵 是逃避 是要去做高等华人 种种的恶民 都可以放在他的身上 林语堂难道不知道 现在是国难当前吗 他难道不知道 我们要救国要爱国吗 他为什么在国难最深重的时候 偏偏提出来 要写闲事幽默的小品呢 我的解释 我的解释是 是林语堂 要争取一种不得体的自由 争取言论自由 有两个阶段 我们所比较常常知 我们所习惯的一种 争取言论自由的方式 是什么呢 是向政府争取言论自由 在这样的一种争取言论自由 是比较容易了解的 而比较艰难的一种 争取言论自由的方式 是向舆论来争取言论自由 在舆论的大压力底下 我要反舆论来做一件事情 这样的争取言论自由 远比向政府争取言论自由 要来的艰难的多 因为向政府争取言论自由 是会受到群众支持的 你会被群众视为一个英雄 可是你如果向舆论 争取言论自由 那你就是叛徒 所以我觉得林语堂 在三十年代能够提倡 写幽默闲适的小品 正是特别的说明 他有一种独立自主的人格 他和这个左翼的作家 反其道而行 他特别要说明 文学不能作为政治的附庸 文学是为我个人服务的 文学不是为任何一个 其他目的服务的 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 1917年新文化运动以后 所有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家 没有几个人 是甘于只做文学家的 从鲁迅开始 哪一个人只是甘于做文学家 每一个都想做社会改革者 鲁迅很清楚地说 我为什么要从医学转到文学 是因为我要用文学 来救中国人的病 中国人有病 我要拿文学来医治中国人的病 从此以后 几乎每一个现代中国文学的作家 都某种程度地 以治病或者看病的 这种医生的角色 来从事他的文学创作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文学变成了一个工具 文学是为另外一个目的 来服务的一个工具 文学的本身 失掉了它的价值 那么林语堂在三十年代 提倡写幽默闲适的小品 写个人比调的小品 他要把这样的一个风气 扭转过来 就是说文学 它有它自身的价值 文学不必为另外一个目的服务 为另外一个目的服务 是文学的堕落 也正是因为在他的这个 他所做的这番事情 和左派的文人格格不入 所以从此以后 我想共产党对他的这个酷贫 是在这个基础上 来下这个刚才我引的那一段话 这个三十年代 我们如果看一下 这个中国的近代文学 几乎所有的文学 所有的文学 好的文学 我们看巴金的也好 矛盾的也好 丁玲的也好 萧红的也好 你举出来 几乎只要是文学 就必须是沉痛的 必须是沉痛的 林语堂要说出来是 沉痛固然是文学 难道沉醉就不是文学吗 沉醉也是文学 我要提倡的是一种沉醉的文学 而不是沉痛的 如果只有沉痛才是文学 那这个文学太窄了 我要把这个从沉醉 从沉痛扩大到沉醉 我们应该有这个自由 作为一个作家 我要沉痛我沉痛 我不要沉痛我不要沉痛 我可以沉醉 我想在这个上面 是林语堂三十年代 提倡写小品文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大陆 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林语堂 为什么提倡小品文 我们如果看一下林语堂的这种 这种思想和作风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 我们要再分辨两个字 一个是传统 一个是正统 我刚才说了林语堂 他并不反传统 他对中国的传统 有一种依恋 有一种欣赏 他反的是什么呢 他反的是传统里面的正统 如果我们看一下 他所欣赏的人物 明代的 有李志李卓吴 有公安三元 有清代的原媒 有李渝 这些人都是在正统之外的 都是中国传统 大传统里面的一个小偏锋 林语堂所特别欣赏的 都是这些小偏锋里面的人物 所以林语堂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林语堂代表的既不是学院的思想 他不代表学院 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他是一个 他有他的早期 做过一段所谓的 整理国故 或者尤其是他在中国的 语言学上面的研究 是很深刻的 可是1934年以后 他就脱离了 脱离了一种学术的生涯 开始了他办杂志什么的 所以我们很难说 林语堂代表的是一个学院 那么林语堂代表的是民间吗 林语堂也不代表民间 他既不代表学院 也不代表民间 他代表的是什么呢 他代表的是 人性里面的一种普遍性 每个人都喜欢在生活里面 生活过得悠闲一点 过得舒服一点 我提倡这个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罪恶 所以他代表的是 人性的一种普遍 那么我们如果看 看这个林语堂 他的对中国文字改革的一个态度 也是和许多人不同的 当时改革中国文字的这个看法 从晚清开始 就觉得汉字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一个元凶 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话 叫做汉字不亡 汉字不灭 中国必亡 徐秋白说的就更不堪了 说汉字是中世纪最臭 最臭最硬的一个茅斯坑 我们必须把汉字去掉 鲁迅另外的句话是说 汉字是中国人的一个肺结核 我们如果不把这个肺结核去掉 我们会被汉字搞死 林语堂从他出国之前 在1919年的时候 在新青年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这个我们怎么样改良汉字的部首 我们怎么样来找汉字 一直到他1976年编好汉音字典 他这个一辈子始终是为中国汉字的改良在努力 可是他的方向也不是像钱玄彤 钱玄彤建议中国人要用世界语来取代汉语 世界语是Esperanto Esperanto当时翻译成为爱斯不难读 爱斯不难读 包括像这个北大的校长 包括陈独秀 包括钱玄彤 鲁迅这些人都是全力的支持 来学习Esperanto Esperanto到现在为止 在世界上最活跃的在哪呢 在中国 现在的中国大陆 还有人提倡 在中国大陆 有世界语协会 有世界语出版社 有世界语广播电台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 所以中国人的学习世界语 我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春梦了无狠 学了一辈子的世界语 有谁用世界语 而且最大的讽刺 是所有提倡世界语的文章 没有一篇是用世界语写的 所有提倡世界语的文章 都是用该死的汉字写出来的 鲁迅对 林语堂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他说汉字我们是去不掉 我们可是汉字要改良 汉字要简化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新加坡的语文政策 比台湾 比香港都进步 都进步 好像毫无困难的 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 在这一点上 不像台湾跟香港 他始终坚持用繁体字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繁简的问题 我们如果看一下 而是一个古今的问题 是你始终坚持用20世纪 5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人写的字 所以我在美国就大力的提倡了 把这个英文的翻译要改一下 所谓的简化字 简体字 现在的翻译是叫做 simplified Chinese 我主张把它翻成 contemporary Chinese 把繁体字呢 现在的翻译是说 这个traditional form traditional Chinese 传统的 我把它主张翻成是 old form 或者是叫做 outdated form 或者是一个 obsolete form 这个翻译是很重要的 因为尤其在海外 在海外 你如果要教美国学生中文 你问他说 we have two kinds of Chinese one is simplified one is simplified one is traditional which one do you prefer to study 当然他说traditional 我们只要想一下 如果说 there are two kinds of English one is traditional English and the other one is simplified English what do we want to study why would we like to study traditional English because it's traditional 传统的这个字 都是带有好的意思的 传统的这个字 表示的是authenticity 是正统的 林语堂不这么看这个文字 林语堂认为 简化字这个方向 是我们要走的 而且林语堂在1930年代 提出来的一个简化字的方案 跟1958年的方案 有80%是一样的 所以1958年的 这个简化字的方案 有很多大概是参考了 林语堂的简化字的方案出来 他一辈子最失败的事情 除了刚才的南洋大学之外 他还破产 几乎破产 就是要做他的这个民快打字机 民快打字机最后据说是成功了 可是好像只卖出一台 就在他自己的屋子里头 他投资了十几万 把他的这个 把他的这个无国无民的稿费 全部投进去 可是失败了 说到这个无国无民 就是林语堂一般来说 都是以这个幽默大师 大家都知道他是幽默大师 举几个例子 就是他在30年代的时候 他的生活过得非常好 他在纽约的Park Avenue 有一个公寓 在这个 那是非常贵的地方 人家就问他说 你怎么那么有钱呢 他的回答是 By selli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他的书 他的书的名字是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这个是他的 他的一种幽默 他的幽默 还有 他的这个也是被引用很广的一个 怎么样是最理想的生活 最理想的生活是 To live with an English cottage with American heating and have a Japanese wife a French mistress and a Chinese cook 这个在他看来 是最理想的生活 那么我们如果要看一下 这个林语堂 所受到的 好 我这个得 很快地结束 我们的时间 好 1936年3月的时候 林语堂在当时的一个英文刊物 叫做天下月刊 天下monthly 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 当代中国的期刊文学 Contemporary Chinese Periodical Literature 这也是他对主编 人间式论语宇宙风三个杂志以后 经验的总结 他对当时杂志出版的情况 有所批评 认为中国的作家 太喜欢卖弄学问 又耗掉书带 全篇争吟 而缺乏自己的意见 对当下流行的白话文 也多所不满 只为过分华丽 虚幅 而又难于了解 对当时中国文坛和新闻界 林语堂有非常深入的分析和批评 他认为中国杂志水平之所以不如西方 有多方面的原因 稿酬过低 职业作家在中国无法存活 结果产生了所谓许多的停止间作家 终日写无聊的文字来换取生活费用 记者往往缺乏职业道德 不愿意做实地考察的工作 闭门造车 如何能够写出一流的文字来 加以中国人又有文人相亲的习惯 互相倾压 但是文坛真正的杀手 则是政府的检查制度 他说文网越密 就是政府的检查越严格 那么文学的水平就越低 他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 他说检查出版品 是否合于言论的尺度 就像一个拿着刷子的一个官员 拿着一个油漆刷子 到博物馆去参观 看到这些罗女的画像 罗女的画像呢 他就在这个罗女的身上 随便加上几片无花果的树叶 愿意在哪家 他就在哪家 他说当时 说的是1930年代 他说当时四川有一个地方 禁售马士文通 因为认为是马克思 把马士文通以为是马克思 马士文通当然是中国的第一本文法书 他在这个全文最后严肃地指出 这种漫无标准的检查制度底下 公开健康的批评转入地下 成了九楼茶馆的闲话 结果谣言的传播反而成了最可靠的消息来源 虽然林语堂的这篇文章讲的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 可是我们现在读起来 却感到惊人的熟悉 1949年以后 至少有三十年的时间 中国成了一个几乎只有宣传 而没有文学的国家 所有的作家都成了党的传声筒 林语堂对中国文坛的许多批评 直到今天都还有争扁的作用 而八十年过去了 中国的文坛和林语堂比他三十年代的文坛 有什么基本的不同吗 我们看看 他的1935年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在2001年的时候 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又把它重新出版 在这个出版的时候 他出版社动了手脚 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先在前面有一个说明 这个是2000年 对不起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重印 有一个出版说明 这个出版说明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林氏的某些观点 与马克思主义是相违背的 这绝不代表我们作为出版者的观点 希望读者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 来慎思明辨 同样的原因 我们对别的地方的删解 也请读者理解 我就很仔细地把1935年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跟2000年北京出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对着看文字 发现只要对任何的共产党这个字 Communist Party 或者甚至于Communion这个字 或者是Community这个字 全都改了 所以我就想到林语堂说 这个官员拿个刷子 到罗女的身上 随便添无花果的树叶 所以他自己的著作 添了很多无花果的树叶 他的2001年的本子 到处都是无花果的树叶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 谈胡适谈林语堂 好像现在的中国 还没有到达当年中国 可以出版胡适林语堂的那个岁月 我想现在应该是中国 能够还起本来面目的时候 我们希望有一天 我们可以看到1935年的 林语堂出的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谢谢大家